江西封城活埋乡长 1999年8月 江西封城某乡一位州姓农民 因为不满当地政府 家住于农民头上的过重负担 自费收集整理了当时中央和江西省委的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 并广为散发 鼓动农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缴 被乡政府带走送到学习班 两天后非正常死亡 家属50多人到乡政府闹事 被乡政府以蛮横的态度驱散 乡政府恶劣的行径激怒了淳朴的农民 总共四个乡镇数万农民 自发带着农具冲向该乡 包围并捣毁了乡政府 乡长和一名乡干部被从二楼扔下 愤怒的农民当场在乡政府 刨了一个大坑将此二人活埋 乡派出所长和一名民警被当场打死 派出所长的尸体被吊在树上示众 乡党委书记承乡中学一教师的摩托 侥幸逃脱跑到县城 当夜 江西省调派大批警力进驻封城 事件逐步平息 所谓的为首人员逃入山里 31日 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乡镇一级的两个正职全部参加 这是非常罕见的 会上通报了多起因农民负担死人 而引发的重大群体事件 时任总理和分管农业的副总理 做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了全国立即停止 以强制手段征收上缴 2000年江西省试点取消农业税 2003年全国取消农业税 经过90年代的人如果在农村待过 是非常清楚 那时候农民生活是怎样的悲苦 负担是怎样的不合理 而上级的死命令又是如何把农村基层干部 变成心狠手辣的暴徒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任务 爬房牵牛 搬骨拉住 是无所不为 有一个在基层农村干部中广为 流传的顺口溜逝 上吊不解绳 喝药不接瓶 投河不拉人 要是敢打人 就抓你的人 在封城事件以前 农民的反抗多数是孤立的个别的 老实的农民选择自杀的居多 也有个别冲动的会选择杀人 但是从来没有像封城事件那样 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难道上面的那些官僚们 不清楚农村基层的情况吗 难道时任总理没有看到 李昌平同志的姓吗 有无数的底层民众写信上访了 有很多基层干部看到危机向上反应过 但是 都没有改变那些铁心肠 最终 只有封城的农民兄弟们的铁拳 才软化了官僚们的铁心肠 终于换来了取消农业税这一扇证 有很多基层的农民 从来没有处理 有很多基层的农民 但是有很多基层的农民 然后我们在这些事件上